請溯苑 同意罷工票 正是六年前 長榮華航機師酝酿罷工現場 超過九成同意 影響中秋連假航班 但這次鎖定農曆春節 影響更廣 如果說真的要在過年期間 之前罷工 我們會預先通知各位 長榮機師罷工投票 二十一號截止 二十二號開票 但工會透露 參與情況踴躍 高機率會取得罷工權 最晚將在行動前二十四小時 先告知旅客 真的會受影響 因為可能人會擠人這些 會搶票 如果說我今天要出國的話 要我去還是不去 可是我已經訂好了 我不可能不去 那這樣子我的來回的部分的話 可能我要換航班 我就會很麻煩 坦言頻繁罷工 會對航空公司失去信心 而這次再發起行動 關鍵之一是要控訴資方 違法聘用外籍飛行員 原來是直飛的 空中巴士350的執照 但是進來台灣之後 飛行的是 波音787降的一個執照 可是兩家完全不同的廠家 我們也會擔心 他們是否可以有足夠的應變能力 桃園市府已經採處 發現馬來西亞 義大利及墨西哥籍機師 都有飛行機型不符狀況 開罰三萬元要求改善 若在抓包將廢紙招募許可 這絕對不是個案 在長榮航空裡面 外籍機師高達24% 我們希望透過罷工 能夠喚醒長榮航空 對於聘雇外籍機師 這一塊的高度重視 對此長榮航空回應 和桃園市勞動局 由法條認定差異 已經提起訴願 機師都有經過業界標準訓練和考核 取得機型檢定後才直飛 另外罷工部分尊重工會自主 但不會放棄任何與機師工會協商機會 民航局也將督促長榮持續溝通 三連續用徐趙偉舟關於